好久没吃辣的菜了 又有点馋了 今天就简单做个水煮肉片来解解馋 准备自己喜欢的配菜 我喜欢油麦菜和豆芽 将它们清洗干净 新鲜的瘦肉简单清洗干净 再把它切成薄片 切成装进盆中 好吃的关键当然少不了调料包 把腌肉包倒下去 加点水下去会更加滑嫩 最后加入花生油锁住水分 先把配菜倒下去翻炒 炒变色后加盐鸡精调味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另起锅加入花生油下姜丝 调料包倒下去 中火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开水 先把豆腐泡放下去煮 加入酱油蚝油调味 煮软后先捞出 接着把瘦肉倒下去 然后用锅铲轻轻搅散 煮开后即可出锅 放入干料包蒜末 最后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麻辣咸香 好吃又下饭 吃得贼过瘾 吃饭你 Przy复吃饭就好了 吃饭